凯米升级强台 暴风圈在今天清晨触路 已经可以看到明显台风眼 现象鼠预测 凯米不仅将带来强势风雨 接近台湾陆地过程 还可能出现打转现象 导致风雨影响时间 延长数小时 但台风的路径目前看起来是往宜兰的机会比较高 但是我们不排除台风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南北摆档的状况 台风中心将在今晚登陆宜兰或花莲 经过台湾北部陆地 每天清晨到下午进入台湾海峡北部 今明两天影响最为剧烈 甚至带来13 14级罕见强风 甚至到了今天入夜 我们不排除在台风中心的登陆点附近 有机会出现13级到14级的强阵风 这是非常强的风速 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强调有非常强的风速 要民众特别留意 预报员用词罕见强烈 可见凯米威力不容小觑 因为受外围环流影响 今明两天除了强风 还可能发生超强降雨 雨势上预计会非常可观 我们目前已经针对了包括台中以南的山区 有发布到豪雨特报 可能会达到超大豪雨的等级 宜兰的山区也可能会来到超大豪雨的等级 看看雨量预估图 7月24 25两日 中部南部山区一片粉 达到雨势量表最高等级 可见凯米台风来势凶凶 民众千万别掉以轻心 三立新闻尤家卫简入于台北报